可以抓一點瑕疵 我覺得她好慌張喔 對 她可以就是讓妳的毛棚 看起來沒有那麼明顯 好… 妳看看有沒有… 有… 是不是 妳跑到那邊了 妳快跑… 欣宜… 我其實就一罐就可以搞定了 蛤 怎麼可能 是幫我鼻子啊 對啊 這罐妳是眼睛很帥的 小妖妮把臉讓她粉底 重明落在想法 我太多了 這邊還一道一道就站起來說 蛤 既然今天是尾素顏啊 我覺得就不要拿出粉底液 蛤 我不拿出來 我沒有拿出粉底液 我這一罐是 沒有粉底液 太多粉底液 這一罐是直接可以修飾妳的皮膚 然後遮黑眼圈遮瑕 然後又可以有那種光澤感 是遮瑕膏嗎 不是 直接CC霜 CC霜 CC霜是妳一出去 所以我姐妹說 妳膚子怎麼這麼好啊 其實是假的 因為我都喜歡CC霜 但妳上面那個打開來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這個都可以直接 它就是直接 有點像遮瑕膏 然後不乾喔 所以它一罐是CC霜加遮瑕 對 太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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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什麼神器啊 妳在旁邊擦了兩層隔離的 隱隱情何以待 真的啊 妳心儀好淡 但是妳的皮膚好好 變好亮喔 好多是什麼 就是把一些 我比較在意的一些 可能是微血管 或者是可能鼻翼腹劑 因為我用這個是 水透亮CC霜 它就不像粉底液 妳一定要全臉用 妳只要在妳覺得 妳在意遮瑕的部分 因為其他妳皮膚狀況都沒有問題啊 對 妳只有問題的在於可能是鼻翼 嘴角 還有我覺得是T字部位 對 以及它是有遮瑕的 對 所以我可以在那個黑眼圈 像我剛才啊 像我之前用粉底液的時候 妳可能還要在哪一個遮瑕膏 對 這一個是可以全臉使用 重點是就像老師說的 延展性真的很好 所以我很快 然後再掃一下蜜粉 腮紅 其實不到兩分鐘我就可以出門了 所以底妝就用這一罐而已 對 超快的 超快的 因為你看我那個照片啊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濃妝的人 太濃 而且我覺得妳的 就是別人靠近妳這樣 嗨 心儀 妳的膚質越好 越是王道 對 對 妳好像韓式那種 這樣很不好耶 對啊 所以我很推薦 那CC它可以傳過來一下 好 它很便宜耶 然後開箱不買得到 它好到處就買得到 對 開箱不買得到 妳其實要 對 一指出來或者是那個頭 C11霜 C11霜 C11霜之後是擦遮瑕 還是要遮瑕之後再擦 都可以 那個順序 其實我覺得今天欣儀分享這支 C11霜真的非常棒 它現在是那個 韓國當紅的一個底妝工具 然後它現在在台灣 是目前第一支 開架式底妝會出水的 C11霜 它很水潤 對 它真的很水 像現在天氣越來越熱了 陽光越來越大 那麼必須要在平常的時候 做好這個防曬的工作 像是這個水感CC霜呢 當中就融合了 SPF50的高效防曬係數 就能夠有效的抵抗紫外線 對於肌膚的傷害了 真的好水喔 超水的 塗開來之後 它就會剩這個小小的水珠 在肌膚表面 會亮亮的有沒有 有 然後塗開之後 它就會立即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形成一個防水薄膜 讓這些保濕因子 只浸不出 太厲害了 延長更實妝的時間了 對 你說一支CC霜 還能怎樣再更厲害 對 大概就這樣了 連一小鏡子都給妳了 對啊 很方便 在車上還可以使用 對啊 下次就買得到了 是 車下水應該也很輕會 很便宜 然後剛剛有說 這個使用的程序 到底怎麼用呢 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心仪皮膚這麼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先做好基礎保養 接著用CC霜 最後再針對邊邊小小的部分 我們再用遮瑕膏 對 好 那如果反過來 我今天是想要在正式的場合 完美的妝容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先做基礎保養 先用這個遮瑕膏 最後再用CC霜打底 一開始擺過來就可以了 方便耶 對 所以不用擔心說 膚況不好的時候不能用